10點07分 歡迎大家在時整點的新聞過後 再次回到生活同樂會 今天禮拜四男女大不同單元 我剛剛前面就有預告 是我自己非常期待的一個主題喔 剛剛我也用這句話 來做一個介紹 希望大家這個小時 能夠感受到的 能夠跟我們一起參與喔 因為我們常講一句話就是 笑著笑著就哭了喔 那當然就是 這個笑著笑著就哭了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我自己是真的有過 真的笑著笑著 然後淚水就從眼角流下來 這種感覺 有些人可能會說 這也太戲劇化了喔 你在演電視劇嘛 可是我覺得就算你沒有笑著笑著 真的流下眼淚 你有沒有曾經就是 表面上是笑著 可是你其實 內心裡面你是難過的喔 那我我我們 以前我不知道這樣 就是我們說 唉因為做人嘛 做人就是要一個微笑的臉 對著別人 大家說這個笑 微笑是最好的名片 我出去外面幫大家做 人際溝通的課程的時候 都會講到這一句話喔 伸手不打笑臉人喔 所以笑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最好的body language 就是微笑 當久了之後它是變成一種 武裝或者是一個面具 會不會因為你自己一直笑著笑著 你自己到最後都被催眠說 喔我其實是很快樂 但其實你並不快樂 所以這本書 微笑憂鬱喔 尤其是在現在社群 完全佔據我們生活的年代 我覺得更是這樣喔 所以 呃 今天我們請到現場的呢 呃是微笑憂鬱的作者 那麼也是之前也來過我們節目 跟大家聊過好幾次天的 讓我們歡迎的是 養心心理治療所的 臨床心理師洪培雲 培雲早安 唉唷 微笑憂鬱 是我講的這樣嗎 笑著笑著就哭了 或者是笑在外面 哭在心裡 都是啊 我覺得你的 你剛才的描述非常的貼切 真的齁 而且好多人都是這個樣子啊 你會嗎 其實某個程度上我覺得 這本書也是在寫給我自己啊 真的嗎 因為我們的社會實在是太強調 呃 譬如說像 我覺得剛才同文講很好 譬如說伸手不打笑臉人 嗯 然後我們做了要有禮貌啊 嗯 看到長輩 要問好 然後尤其啊 像我們常會跟小孩說一句話 就是臉不要那麼臭 對不對 就是看到人要笑 對 那可是我覺得這也是 確實在人際關係上 誰喜歡看到就是苦這一張臉的人 是 但其實呃 你有沒有想過就是 我們看到的很多 我們覺得他們很快樂的那些人 其實他們真的快樂嗎 有一些人我們不知道 但是 我們知道這些人 其實最後都是因為出了一些事情 所以說他不快樂 例如像什麼 卓別林 啊對 呃 痘痘先生 呃 羅賓威廉斯 金凱瑞 那 他們其實都是喜劇演員 總是在鏡頭前都是笑著 你從來沒有看過他們在鏡頭前不是笑著的時候 可是他們其實在私底下都是憂鬱症的患者 有一位英國的喜劇演員叫做史蒂芬佛萊 他在受訪的時候說 有的時候我笑著說 哈哈 對對 心裡卻是一邊想著我真想死 那當然最近的讓大家 呃就是印象最深刻 其實看了之後讓心裡面覺得很沉重很不舒服的就是小丑 這部電影 你有看嗎 我不敢看 你不敢看對不對 我跟你講我覺得不要看好了 啊你知道嗎 我看完之後我覺得 好沉重喔 我覺得真的好沉重喔 就是雖然它是一部也是一部經典片啦 你還是應該要去看一下啦 哈哈哈哈 可是我覺得會很沉重 而且我那天看完之後久久不能自已 然後我就寫了一篇 這個小丑的一個很簡單的讀後感 在我的臉書粉絲專頁上喔 很多人都回想非常的大 所以 呃在國外其實 微笑憂鬱這四個字在國外已經是大量被討論 可是在台灣你看到你會以為他可能是 欸是 是裴雲新創出來的一個名詞嗎 喔不是他其實是一個英國的心理學家 拉姆斯早就已經提出來的 因為其實呃 這麼說好 其實台灣所有的人一定都聽過憂鬱症這三個字 甚至有不少人其實都是憂鬱症的患者 或者是受到憂鬱情緒所苦 可是憂鬱症給大家 最強烈的一個印象就是 你一看他就知道 因為他可能常常就是哭傷著臉 然後情緒很低落 然後沒有什麼能量的感覺 可是其實有一大群人是 他是內在很憂鬱 可是外在看起來卻又好得不得了 很成功很正向很積極 甚至就是團體裡面的開心果 然後別人看他就覺得 欸蠻順風順水的啊 應該過得很開心 沒有什麼煩惱甚至會有痛苦的一面 蘇陸茲其實他們演戲演得很好 也就是說表面上呈現得非常好的那個部分 跟實際上卻很多屬於他自己的苦惱跟困難 因為其實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回想說 欸我心理治療工作的時候的所有個案 欸老實說 大家都會覺得說 欸應該是人生超級慘的人才會憂鬱症嘛 就是什麼都沒有 什麼東西都失去 可是老實說有很多外在看起來非常成功的人 甚至就是我們常說的人生勝利組 其實他們有超多屬於自己的煩惱 嗯 對只是因為別人看他都實在太好了 可是你這樣子就會讓我想到前陣子天王大哥說的 憂鬱症就是因為不知足 唉 對啊 這為什麼會這樣呢 對不對 其實說到不知足這三個字齁 我自己常常 因為那時候那個新聞其實也算是蠻大 我也一直在思索不知足這三個字 我常常會覺得說其實不知足這三個字 可以用來自己提醒自己 要知足常樂 可是不太適合別人來說給別人 對 譬如說這個人已經很難過了 我還跟大家說 欸你真是不知足欸 你有車有房 還是像我這種租房的應該 應該比你更痛苦吧 嗯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其實 我覺得這個問題剛好可以扣到微笑憂鬱 就是為什麼很多時候 微笑憂鬱的人他求助很困難 因為他看起來就很成功 他如果跟別人說其實我有難過的一面 別人就會跟他說 啊你這麼成功真是不知足啊 對啊 所以很多時候其實當他透露出一點 蛛絲馬跡要求助的時候 他等於是被打回來了 對因為他知道他如果再講下去 第一個太定就是更不快樂 那對方一定會更想要教訓他 跟他就是好好的勸說 哎呀人要知足你看你有什麼我沒有什麼 啊你啊你有老婆有小孩什麼都有 那我還在那邊當光棍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 不是憂鬱症的人或者是微笑憂鬱的人 不求助 而是其實當他透露出一些線索的時候 外在給他的一些 feedback 常常就是 哎呀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啊 你已經擁有很多了齁 啊就是我覺得很多時候變成 第一個他被打回來 第二個時候就是他會更覺得說 檢討起自己 真的是我不知足嗎 嗯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就是 那個面具戴上去之後 他就更拿不下啦 嗯 好所以其實微笑憂鬱這四個字 剛剛培育已經先做了一些解釋 說其實在歐美已經被廣泛討論了 代表很多人都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可是對你來說 你會不會覺得台灣這種問題 可能更嚴重 啊是啊 嗯 東方人嗎 應該說是中國文化嗎 因為其實相較於 因為我們常常在說在心理的 心理諮商這一塊或者是在 呃 談有關於 呃 關係這件事情 我說關係可能是跟長輩之間 父母子女之間 伴侶之間關係 其實中西都有很大的差異 嗯 因為我們的成長背景跟被教育 教養的方式不同 那你覺得在台灣微笑憂鬱 有沒有可能其實是比歐美更嚴重的 然後理由是什麼 對我來講就是說 到底有沒有實際上比較嚴重 就是目前應該沒有特別去做這樣的研究 嗯 可是就我的觀察 我覺得會是更嚴重的 因為我們都更是活在一個所謂的群體我的 一個氛圍當中 也就是說我們會更重視關係 更重視這個社會對於我們的期待 還有這個傳統的一個要求是什麼 嗯 比如說我們不能夠 不能夠忤逆父母 嗯 不能夠違背父母的一些想法 然後 但是如果是西方 他可能會比較鼓勵說 欸你要去追求自我啊 你18歲以後你就靠自己啦 嗯 可是很多時候其實台灣的社會就是 很想求孝順 所以 我們都可以去想到 光是孝順這兩個字 就可以延伸出非常多的責任 期待 包袱還有壓力 嗯 比如說幾歲的時候就應該要結婚啊 就應該要生小孩啊 然後就應該要有房子啦 就應該要能夠就是穩定下來 那很多時候 當所有的人都朝著這一個 社會跟傳統期待的一些 嗯標準去前進的時候 當他覺得其實他已經負擔不來了 他還是努力的撐著嘛 因為大家都是這樣啊 嗯 對啊大家都是這樣 而且父母就是這麼 這麼樣子的要求 那我如果要做我自己 不是很不孝嗎 嗯 嗯 所以其實 這本書一開始喔 前面一開始 他就講了一個六大問題 就是告訴你第一個 什麼是微笑憂鬱 第二點 他其實就講到了 那微笑憂鬱跟憂鬱症有什麼差別 是有差別的嗎 其實應該如果這樣講的話 如果我的想法是不是就是 表征表現出來的 真的憂鬱症他可能就是 他是真的呈現出很難過 憂鬱沮喪哭泣 可是微笑憂鬱他表面上沒有 可是內心有 是這樣的差異嗎 對就是說他的核心情緒 就是他的內在其實都是憂鬱的情緒 可是外在呈現出來的 就像童文說就是表現方式是不同的 例如可能是什麼樣的表現方式 因為其實像憂鬱症患者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得到說他就是情緒很低落 然後能量很低 然後你要他去做什麼他都不想去 興趣缺缺 他以前有興趣的事情 比如說以前喜歡爬山 喜歡看電影 喜歡出門 他都只想要躲在家裡 然後可能會試睡 或者是說嚴重的失眠 或者是食慾上會有很大的變化 比如說都不想吃東西 然後銷售等等之類的 就你看就知道說他可能非常需要幫助 可是微笑憂鬱的表現出來就是 他看起來超好的啊 他又能笑 甚至還可以逗別人開心 然後表現得出來就是情緒都很正向 然後沒有什麼煩惱負擔 甚至你說那個什麼落淚 更是別人看不到的那一面 可是實際上其實我相信大家都一定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你回到家 只有你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尤其是在浴室洗澡的時候 可能啊 我這個比喻可能有點戲劇化 可是我覺得很真實 你在沖澡的時候那個水打下來 然後眼淚就在裡面一起流 就是像我一個很好的男性朋友 其實是我以前某個時期的同學 他說他什麼時候哭 戴安全帽的時候 騎車在安全帽裡面哭 哇 好傷心喔 我可以感受欸 因為就像我會在洗碗的時候哭 哈哈 洗碗的時候 對 我會一個人在那邊洗碗 然後就會哭 就如果我有一些事情難過的話 對 洗碗就是說 因為 因為 你剛剛講到在浴室 然後在安全帽裡 跟我 我覺得我在廚房裡面洗碗 那個其實都是一個屬於比較自己的 個人的一個 感覺上是一個空間 因為我們家廚房 不會有別人進來洗碗 哈哈 就我在洗碗的時候不會有人進來 所以就會覺得好像是 你一個人 然後你就是做一些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有點難過 然後你就會掉下眼淚 對 所以我非常能夠感覺 然後尤其是安全帽 安全帽它又是 就是隔 隔中外界 你會覺得 我現在很安全 我把自己隔離在裡面 我現在哭應該沒有關係 對 而且重點是別人不會看到 別人不會發現到 其實你有 脆弱的或者是說 軟弱的一面 可是我一直很強調說 其實脆弱跟軟弱都是很正常 人性的一個部分 它沒有什麼不好或者是不對 可是我們社會其實 一聽到脆弱或者是軟弱 就會很容易去等同於沒用 草莓足 抗壓性低 那通常其實當有這樣子 比較負面的延伸的時候 大家就不敢去承認自己的脆弱跟軟弱啊 甚至像剛才那個例子 我的那個同學 因為那個是學生時期的同學嘛 他是在安全帽裡面哭 那我有一些就是 比我更早出社會 可能是學長那個備份的 他們就在自己的車裡面哭啊 就回到家 喔對 我也很會開車的時候 一邊開車一邊哭 車好重要 就是在追逐風的同時一邊哭這樣子 對 我覺得應該很多人都有過類似的經驗 就是會在一個自己 只有自己的裡面 就我就講嘛 你在一個覺得這個地方是安全的 對 狀態下你就會哭 但是其實 這不是一件好事嗎 他不是也是一種情緒的宣洩嗎 他覺得是一件好事啊 對 我一直很強調就是 任何的情感或情緒 是一定要表現出來的 當然前提是不要傷人啊 我不是說表現出來 那我宣洩跟處理情緒優先 其他人我就不管他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 我覺得躲在安全帽裡面哭 在車子裡面追風的時候哭 或是洗碗的時候哭 或者是像我前面說的 可能洗澡沖澡的時候哭 我覺得其實都是好事 只是說 我覺得中間會有一個很有趣的部分 部分就是說 那能不能讓他再更 自我揭露一點 就是你不需要一定都躲起來 就是甚至可以讓別人知道 比如說我說那個我的朋友 就是學長輩分 他是下班 要回到家門之前先在車裡面哭完 可是進到家門之後又是好的 沒事 我們都是這樣啊 我們都一定是這樣 因為你不想要讓家人擔心嘛 是 你不想讓家人擔心 一定是在外面哭完啊 我記得我還有一段時間喔 都要下班之後 都要先在外面待一個小時 就是哭完之後 哭半小時之後呢 還要先讓 消腫啊 先消腫 對 去買個冰飲料冰敷一下眼睛 然後呢 再回家 因為怕爸爸媽媽看到會擔心等等 一定會有啊 這樣不好嗎 你的自我要求一定很高對不對 對我一直有要求很高 自我要求很高的人 對 我確實是 所以我才說 為什麼我看到這本書 我會非常的有感喔 不是說今天 我們有多成功 就像剛剛彭雲一開始有講說 微笑憂鬱 比較容易微笑憂鬱的族群 其實書一開始六大 六大問題裡面 就 就有第四個問題 好像就是哪些族群容易有憂鬱 微笑憂鬱 比如說 我們今天是人生勝利組 或是我們今天看起來光鮮亮麗 等等特別容易喔 而是說 嗯 我們可能都會很不想要麻煩別人 是 很不想要別人擔心 我們在我們的工作上 有一定的表現 我們不想要被別人看到我們脆弱的一面 我們很怕今天我要是掉了兩滴眼淚 大家都會來問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這樣我會造成別人的困擾 嗯 可是其實我心裡面 或者是我一直在照顧很多人 一定是 對比如說 像我們常說的三明治族群 喔 現在有很多人是這樣 喔 上面還有父母親要照顧 嗯 然後自己的工作壓力 跟經濟壓力其實也很大 然後下面也有孩子 喔 那跟伴侶之間又常會吵架 哇 那你就會覺得壓力非常的大喔 那我們就會覺得說 其實我們平常都是在照顧人 做照顧人的角色 那我怎麼可以就是 顯露出我的軟弱呢 嘖 這個問題非常的好喔 可是我覺得這也是我自己一直在 學習跟調整的部分 意思就是說 嗯 我是沒有小孩啦 當然因為我現在單身 那我上一段婚姻我也沒有小孩 可是像我的工作會遇到很多的學生 嗯 那對我來講學生的年紀就等於是我的小孩 嗯 那我常常在想說 哪有那麼誇張啊 沒有啦 因為我的年紀就是18歲以下啊 20歲以下我都生的出來啊 哈哈 20歲以下的學生都是我的小孩 哈哈 好 嗯好吧我覺得你太誇張 因為看起來太年輕了 竟然說出這種話 喔OK 因為我常常在想說 我覺得童文剛才舉例非常棒 就是我們其實不想要造成別人的負擔 嗯 煩惱 怕人家擔心 可是某個程度上 我對我自己的提醒也是 可是我是不是也在示範給孩子看說 你也要像我這麼驚 對 我跟你講我最近很擔憂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我女兒也會變成這樣 被自我要求很高 對 完美主義 對 因為我女兒那天跟我說呢 呃 比如說他 他那天講到就是 他比如說很欣賞搬上的某一個男生 嗯 然後呢 欸這樣會不會知道 然後呢 好比如說這樣很欣賞大家 然後他就說 呃 他很願意幫他做很多事情 他心甘情願的當工具人 哇我聽到這句話 我整個彈跳起來 我想說 要死了 哈哈哈哈 真的 我在想 我馬上就想到說 是不是因為看到媽媽整天都做牛做馬 做得很開心這樣 所以有這種想法 我想說不對不對 這是不行的 所以其實我就開始有擔憂了 完全就是 你講的這樣 因為等於是 小孩就是看著我們怎麼做 他就會想要去學啊 因為 我覺得其實這裡某個程度上 在拉回來的地方就是說 其實媽媽在他心中 其實是一個很棒的範本跟偶像 他才會想要學啊 不然有些小孩 根本就是喜歡跟父母就是對坐啊 就是你做什麼我偏不做 所以某個程度上我覺得 就等於說 你在他心中 是一個很棒的典範跟榜樣 只是 我覺得所有的父母一定會有 你希望他學的部分 跟你不希望他學的部分 基本上我覺得所有的爸媽都應該希望 孩子千萬以後不要像我 哈哈哈哈 對就是千萬不要像我 像我一樣太辛苦了 很多爸爸媽媽都喜歡講這句話 是 那回過頭來 我們現在做父母親的 或是你也許不是父母 可是你有這種想法的時候 也就是說 比如說或者是你親戚的孩子跟你聊 你還沒結婚喔 親戚孩子喔 親戚聊到孩子怎麼樣喔 他說千萬不要像我 這樣太辛苦 那這樣的話 為什麼我們要這麼辛苦 對 所以我其實我常在跟學生做諮商的時候 我常常就會盡量提醒我自己說 我要呈現更真實的我 就是我覺得我撐不下去 或者是我真的有不高興的情緒 我不會因為我是一個心理師 我是一個長輩的角色 我就必須好像要非常的成熟完美圓融 然後不能夠展現出自己可能有難過 甚至是生氣的一面 因為我想要讓學生 我覺得就像很多人說的嘛 其實最好是深教 勝過嚴教 所以我希望他看到跟學什麼 其實我本身就要活出那個樣子啊 所以很多時候我覺得很負責任的人 很完美主義自我要求很高的人 他其實某個程度上 其實除了他自己辛苦之外 他的孩子或是所有學習他的人 也會需要這個部分啊 就是我就是要這麼的負責任 那能夠攔下來的事情 我就盡量一肩扛 不要讓別人知道說 其實我應該適度的把一些事情 責任就是分配出去 因為我相信就是像同文就是 就是一個這麼成功的 然後一個很完美的女性 其實因為你照顧了所有的人 所以變成說其實我常在想 你照顧了所有的人 那你什麼時候來照顧自己 還有你把自己放在 第幾個序位裡面 有的時候我覺得 就是當我看著一些 看著自己 然後看著身邊的一些人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你知道 人跟人之間很大的差異 最大的差異點是在 有些人是把自己放在最後一位 有些人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當我們看到把自己放在很前面的人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你好自私喔 你怎麼都沒有想 怎麼樣怎麼樣呢 可是他其實過得很好 所以他不太需要這本書 對 那所以你就會覺得 怎麼那麼自私呢 你怎麼都沒有先想到什麼呢 你怎麼都先處理好你自己呢 你怎麼沒有先處理好 你的家人或是你的小孩 或是你的父母呢 我心裡可能會這樣想 我也會 對 可是相較之下 那他真的過得挺好的 那如果以自我來說 我們到底要選擇當哪一種人呢 我記得應該是 欸是這本書 還是我第一本書 人際博學有提到 其實我覺得人就是在一個項度上面 游走 一種就是譬如說 極度的負責任 把自己放在最後一位 跟極度的自我 不一定要說要自私 但是就是說 他把自己放在我快樂 我輕鬆 我沒有負擔 我最優先 那我常常在想 其實我們就是在這個項度上游走 那對我來講我會覺得說 不要那麼極端 就是不要把自己放在最後一位 但是也不要放在第一位 就是怎麼樣子的去調整 就是隨時隨地 其實所有的角色 都是在調整嘛 比如說像我自己 比如說像我爸媽媽媽 可能對我會有些期待 那我就會 老實說我自己也會有所謂的 孝順的一個包袱跟壓力 那我當然也不能說 欸那我要 為了我要孝順 為了要讓父母親開心 所以 他們的所有的想法 我都一定要滿足 那我能不能在 不犧牲自己的前提下 讓他們開心 不犧牲自己的前提下 讓對方開心 對 因為其實我自己的觀察 包含我自己 十多年的工作經驗 我發現 所有犧牲自己 委屈自己的人 到後來一定會反撲 就會覺得說 我為你做了這麼多 啊我得到什麼 啊你怎麼會這樣的對我 比如說 像我自己的爸爸媽媽 他一定會有一些 就是很傳統的一些想法嘛 比如說 一定要 呃 成家啊 那女生就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小時候也是屬於 叛逆那一掛的 我說就是心裡很叛逆 但行為可能 一半一半 那我覺得其實我自己 還滿 感謝就是說其實 一部分是感謝爸爸媽媽媽 一部分是感謝我自己 就是我真的沒有去 過度犧牲我自己 嗯 然後以至於到後來 就是可能會覺得 對爸媽媽媽 會有很多的怨對的情緒 會覺得 我當年就是為了要 滿足你們的要求 所以我就走了一條 我其實沒有想很想走的路 對 或者是我做了一件 我沒有很想做的事 對 這就是這樣就是說 呃如果今天 你不是為了別人做了什麼事 或者是你不是 呃 就不是就像他講說 如果你在學以前不是那麼聽話 那你做的所有的事情 你都自己負責就對了 是 沒有人 無人可怪喔 對 所以這也是我們反過來 如果當了父母親之後 我們常被教育的 就是其實呃 你可以適度的放手 然後你要讓孩子自己去做決定 因為 他自己做的決定他負責 而不會最後來怪說 當初都是因為你要我怎麼樣 所以我怎麼樣 對 所以其實我們人生當中 一直不斷的在轉換我們自己的角色 可是每個角色都會有 呃都會有 其實我們所講到的這個微笑憂鬱的可能性會發生 等一下回來我想請培芸談的就是 不同狀況的微笑憂鬱 哪些群族群 我們剛說哪些族群比較容易有微笑憂鬱的狀況 呃有很多實例喔 在這本書裡面培芸舉出了很多實例 包括假面夫妻 聽眾朋友 你們是假面夫妻嗎 還有 魏丹青 魏丹青很多 是 聽眾朋友們 喔 不管你是爸爸還是媽媽 你覺得你是魏丹青嗎 你有沒有微笑憂鬱 新女性的微笑憂鬱 還有男言之隱 這個男是男生的男 男言之隱 還有我們剛說的三明治時代的微笑憂鬱 等一下我們 呃回來針對這些很快速的舉出一些實例 然後重點就是 如果你發現自己有微笑憂鬱 你可能有 你應該怎麼做 呃 然後我也要問培芸就是 如果微笑憂鬱 我們一直不去正視她 不去解決她 最後最嚴重可能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 直播我們繼續聊好不好 10點36分 歡迎大家回到生活同樂會 今天在我們現場的是養心心理治療所的臨床心理師洪培芸 呃 培芸最近出了一本新書叫做微笑憂鬱喔 那這本書其實呃 我覺得很多 對很多人來說可能 都可以 我覺得都可以翻翻看喔 因為我相信有這種狀況人很多 如果在上個小時 我們所講的這些狀況 欸你覺得你曾經有過 比如說呢在安全帽裡面哭 然後開車 我說我超常開車的時候哭 那有時候還會覺得開什麼回家路怎麼那麼快 然後去繞個幾圈 對然後剛剛山語說 在日本還有這種 下班之後喔 呃去租車 沒有車的人去租車租兩個小時 然後就坐在車子裡面 也沒有要幹嘛 就做自己的事然後哭 然後再還車再回家喔 所以你看這個壓力有多大喔 就是我們 我覺得這種壓力是你不想讓別人看到你脆弱一面的壓力喔 這種人可能就會有微笑憂鬱 那我們剛剛前面也預告了 我們接下來要講幾個族群 呃 結果我剛剛就說 欸有沒有假面夫妻啊 欸我們這個YouTube上面都一片靜默 後來我說有沒有未單親啊 馬上就一大堆未單親出現了 我們都是未單親喔 好我們先來講 都沒有人要承認自己是假面夫妻耶 是怕另外一半有在看是不是 其實假面夫妻很多喔 老實說超多的耶 超多嗎 欸舉個例啦 我覺得很 我覺得你這麼說好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是所謂的社群時代 就像我這本書的復標嘛 對 就老實說啊 我們在社群上最常做什麼就是分享 對 分享你的開心的事情 或者是不開心的事情都會有 那你發 那你我們的朋友有沒有結婚期我們都知道嘛 那你就去看他曬什麼 你就大概知道 他的婚姻狀況是什麼 真假的 例如曬什麼是怎麼樣 我自己很愛觀察社群上所有人的互動 我自己超愛觀察的 嗯 你去看喔就是說 嗯 那我先假設你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對象 你是知道的嘛 嗯 你知道好 那你會發現他會不會其實從來都不談他的另一半 嗯 從來都不談 彷彿沒有這個人存在 好 那你一定想說 欸對啊為什麼他從來不談 譬如說明明就是一個有老公的人 他從來不談他自己的老公 或者是說他明明有老婆 好 他從不談老婆 可是他偶爾會曬一下小孩 就是不提到他的老婆 好 或者是說你去看喔 他什麼都願意分享 就是永遠都不會提到家庭那一塊 因為我覺得人的本性喔 從最自然的本性來講 其實你有什麼好的部分 其實你是很樂意去分享的 也就是說 嗯 你看都會有人刻意要去炫耀好的東西 更不用講說你是真實擁有的 一些開心的 譬如說欸我可能周末去跟我的另一半去吃了 好吃的餐廳啊 或者是去哪裡玩 正常來講其實你會蠻願意分享 可是會刻意必談的 通常啊 我說通常 我不能說百分之百喔 應該是有something wrong嗎 嗯 有些狀況 或者你可以 跟大家講一個更好笑 你去長期追蹤好了 可能他早年很愛分享 好 欸為什麼後來好像 彷彿那一塊消失了 消失了 甚至我有去觀察我的男性朋友齁 現在會不會都講太講 講了很多 譬如說像有些男生 他會放自己跟自己女朋友或老婆的話 有合照 嗯 我說通常喔 我不能跟你保證 通常這種狀況都還不錯 關係都還不錯 甚至也是比較熱戀的時候 可是慢慢的 為什麼好像只剩他的毒照 然後再也就是 再也都不會提到另外一半 我自己長年觀察 有些可能後來他們就分手了啊 或離婚了 嗯 就再也不提了 好 然後你去看女生 基本上我相信女生其實 都很在意自己的親密關係 如果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老公 對自己很棒 其實是蠻願意講的啦 嗯 沒有再刻意 我要很低調 明明我老公對我超好 可是我絕對不能講這樣子 畢竟他也不是什麼天王之類 要什麼保密 通常喔 其實女生自己在感情狀態愉快的時候 是蠻願意讓別人知道的 可是你去看 她為什麼都不講 甚至幾乎提都不提 很有可能她就是另外一個族群 未單親 嗯 比如說可能先生 常年缺席家庭的這個部分 就是沒有在照顧小孩啊 然後也沒有任何的付出 早就已經想進爐 冰塊那個冰很多年 那他怎麼可能會去臉書上去說 說到這一塊好的部分 因為根本就是空白 對啊 嗯 好欸我要講的是 其實你剛講Facebook上面或社群上面 你說男生 他很願意曬女朋友或曬老婆 通常關係就還不錯 可是你知道我其實有另外一個不同的觀察 還是說呢 我有一群朋友們呢 這群朋友 這些男性們其實可能是 不太一樣的這個做法 其實有很多男生 他們很喜歡營造自己是好先生跟好爸爸的形象 可是他們私底下又是另外一回事 當然他們在家庭還是做很好啦 可是他們可能在 我說的是私下可能 外面小三小四小五也是一大堆 可是他在臉書上還是 還是有這樣 所以我常常覺得這個Facebook 我以前我就有朋友講嘛 他說臉書FB根本就是不是Facebook 是Fakebook 很多人會透過社群來營造一些假象 是 對所以我原本以為假面夫妻指的是 他們在臉書上看起來很恩愛 可是實際上其實貌合神禮 社群上的神仙眷侶 其實事實上是貌合神禮 這種其實也很多 對因為其實像童文講的另外一個族群 那個也是有 因為 這麼說好 有另外一種族群是 他某個時候他是有所謂的商業利益在的 也就是說當他是一個 完美家庭範本的時候 其實會帶來對他的事業是有幫助的 對 所謂好的形象 譬如說 我所知道的狀況很多都是這樣 譬如說像 我不能說 你不能說不能說 既然要講就講 譬如說 假設今天是演藝圈好了 原本夫妻一起 一同代言什麼產品的時候 會因為大家很喜歡一個 完美家庭的一個感覺嘛 那你想想看如果今天 原本都可以一起代言家電 嗯 那 離婚了怎麼代言家電 怎麼去代言 奶粉 怎麼去代言 家庭相關的用品 所以某個程度上 我要當然繼續就是維持一個 我們兩個感情很好 我們是很棒的夫妻 好爸爸好媽媽的那個形象 不然這些 這些工作的一些邀約收入就沒啦 嗯 所以這是 這如果久的話 確實會有所謂的微笑憂鬱的狀況 因為其實你心裡面不是這樣子 可是你卻必須去營造那個樣子 未單親我們剛剛也講到一些 是 新女性 那這樣講的話大家應該也比較能夠理解 新女性的微笑憂鬱 是不是說我們都一定要表現出我們很亮麗很棒 很堅強的一面 獨當一面 所以不能讓人家覺得我軟弱 所以我可能比較容易成為微笑憂鬱的族群 其實這個部分就回到我們前面講 就是其實當你是一個比較完美主義 嗯 負責任 然後自我要求高的人 通常都很容易微笑憂鬱 為什麼 比如說像新女性好了 我在書中提到所謂的新女性 嗯 她的定義比較接近說 她的事業工作都還蠻不錯的 嗯 然後自由自在 因為其實這個就會扣到所謂的微單親 因為都有關聯啦 你像看喔 假設一群35歲 平均35歲的女生好了 一定可以分成兩大類 嗯 一部一類是已經走路家庭了 嗯 然後要為了啊什麼小孩啊 然後可能一些家庭相關的事情 很多的責任 然後負擔跟煩惱 那另外一群沒有進入婚姻的人 相對起來她是不是比較自由自在 因為她少了很多的呃 角色嗯 然後相應的一些責任跟包袱跟要求嘛 可是這麼的自由自在就一定是快樂的嘛 嗯 其實不一定 因為某一個程度上 我自己觀察 像我身邊的一些女生朋友 她們雖然事業還不錯 可是她可能感情這個部分是空白的 嗯 那她會有她自己的一個 對於親密關係的一個期待跟嚮往嘛 所以一旦譬如說剛好這一群30幾歲的女生 可能聚餐的時候 啊一群在來講愛啊 這是小孩怎樣啦 罵老公的啊 好等等這樣 那一下看那群很自由自在 看起來自由自在一些女性 她可能不太能夠說 其實我有我的煩惱 嗯 因為別人就會說 啊你這麼的輕鬆 好想出國就出國 不用看別人的臉色 不用想一下 欸這個支出會不會影響到 可能小孩的一些生活教育 等等等等的費用 你有什麼好憂鬱的呢 嗯 所以我覺得其實會不同的族群會 比較難去理解對方的憂鬱 嗯 好再來有一個男言之隱 這個寫的是男生的男 他指的是大多數的男生其實 比較不會去表達 所以有可能就是我們說表面上裝得很堅強 或是習慣性的呃表露這樣子的一個面具在外面 其實內心裡面是有一些沮喪憂鬱 甚至是很擔心一些事情的他不講 這群人其實是很大的一群人齁 其實是喔 因為其實呃這個不只是微笑憂鬱喔 就是說其實大部分的男性其實是更少去揭露情緒 這個部分的一個問題的 也就是說其實 通常會來做呃可能心理諮商或心理治療 還是以女性比較多 嗯 女生活比較多 那 然後看 如果只是看這樣子的數據會想說 欸那是不是男生比較沒有憂鬱或這方面的煩惱嗎 其實不是 而是因為男性是更壓抑比較不會去求助的 嗯 所以其實在呃自殺相關的研究 往往會看到就是 女性嘗試自殺的人數是比較多的 嘗試 可是會去自殺 用這個當然不是成功這個詞 而是說會真的自殺 對就是 對就是 會去執行的 會去執行 而且真的就會很激烈然後 是男生 然後會一次性 反而是男性多 嗯 所以 呃 總而言之 這剛剛面討論就是說 其實呃 有這些族群比較容易會有微笑憂鬱喔 因為 大家要想就是說欸其實好像還好啊 我們要講的其實是 但是如果以微笑憂鬱跟我們傳統大家認為的憂鬱症來做區別的話喔 這些人你看到的狀況都會是比較好的 可是事實上並不代表他們心裡是健康的 應該這樣講 憂鬱症你很容易讓人知道說我是需要協助的 可是這一群人這一大群人其實是比較不容易讓人發覺他其實也需要被照顧跟協助 好那後面我就要問到 剛剛我有問到這個在呃 廣告期間我有問到培昀我說那呃 微笑憂鬱的人就像我們我們可能就是哭啊大哭一陣我就覺得好了 我就發洩了嘛 因為我可能身心比較樂觀嘛 那我是不是其實一直這樣就好了呢 我是不是可以用這樣的方式我就可以去處理掉我自己所有的情緒 而不會呃到最後有什麼嚴重的結果 會有什麼嚴重的結果嗎 如果我一直不去處理它的話 其實最嚴重的結果就像其實那些那些民人做法其實都是一樣 就是撐不住的那個瞬間就結束自己的生命 因為其實在呃就是剛才就是應該是廣告的時間 就有聊到說其實通常所謂的自殺不太會是一個我完整計畫了一年的一個大計畫 然後一年後我再跑去自殺 通常就是堅不住的那個瞬間 一個衝動之下 然後就走了 所以才會造成旁邊人都覺得很意外 很吃驚很惋惜 然後甚至會覺得很自責我為什麼我當初沒有早一點發現 因為他的壓力這麼大 不應該再好像對他有很多的要求或者是早一點關心他會不會 避免能夠避免這件憾事喔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其實像我覺得同文剛才分享很好就是 你可以去透過可能自己宣洩在車裡面或者是洗碗受哭 那可以再增加什麼樣做法就是到底造成你這麼多不愉快的情緒或者是壓力的事情有什麼 而這些事情能不能做一些相對應的調整 因為不可能說好那媽媽這個角色我就不用管他一定不可能 可是是不是有一些細節的部分可以微調 你不需要讓自己這麼的完美 不一定要做一個95分的媽媽 也許70分甚至65分其實就夠了 然後小孩又可以趁機獨立 那另外就是說可能在面對自己家人的時候 能不能適度再多一點自己的揭露的一個情緒的部分 譬如說像我自己 我也很怕爸爸媽媽擔心我的事情 譬如說一個人在台北生活啊或是幹嘛幹嘛之類 可是我到現在我反而會更願意去講一些我生活中的煩惱 以前都說沒事情啦都很好啦 現在我就很願意把自己的一些事情講出來 甚至就說那你要不要幫我處理一下 我覺得很多時候是 我希望爸爸媽媽知道更真實的我的那一面 而不是我活在一個他們以為很棒的一個假象當中 OK好 所以給微笑憂鬱 如果發現自己有微笑憂鬱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會有一些檢測嘛 有沒有檢測自己有沒有什麼什麼狀況 就以下的20點如果你有10點以上 你就是有什麼什麼什麼狀況 可是微笑憂鬱我想 剛剛我們透過這樣講 就是說它不是一個很容易量化的東西 就是平量化的東西 但是我相信你聽完我們剛剛這一個小時的聊天的內容之後呢 會有一些警覺 那我覺得如果真的要給 假設現在有人覺得自己好像可能也是這樣的一個族群 你會給他什麼建議 就是剛剛所說的嗎 不用凡事做的那麼完美 這個其實說真的其實是一生的計畫 我說就是凡事不要就是要求這麼完美 可是比較短時間內的處理其實 就是對我來講我覺得一直都很適用就是 告訴大家說欸你去找什麼專業的心理師協助 我說句實話我工作那麼多年 大家不會第一時間想要去做這事情 因為第一花錢嘛 這是很真實 第二個你還要花時間去研究跟找 可是 與其找心理師齁 我覺得這個是之後的步驟 你有沒有一個很能夠信任的朋友 可以聽你講這件事情 像譬如說對我來講 我朋友很多 可是一定會有少數一兩個是我覺得 我可以講更多我的心事 而且不會被批評 不會說哎呀你就是不知足啊 抗壓性很低 我的很好的朋友 就是說我願意講心事的朋友 通常在這個部分都會讓我有很多的一個安全感跟信任感 所以我覺得如果自己有微笑憂鬱 這個狀況朋友其實就是找你能夠信任的朋友或者家人 去講你自己的事情 OK 好今天非常謝謝洪培雲 那麼帶來他的新的作品 微笑憂鬱 那麼也跟大家聊了這麼多 那希望大家 情緒還是要找到出口啦 對那用任何的方法 有一個能夠傾聽你說話的人 真的非常重要 而且這個人不見得 如果能夠是另一半當然最好 但是通常不會是另一半 不強求啦 就算不是另一半 有一個真的好朋友 我覺得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謝謝培雲 謝謝 謝謝 disp可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